朋友們有一些交代 日系列情投意合 現在關係再進一步 公平會宣布結合有利國際競爭 對國內經濟有幫助 點頭放行日系案 雙方合組國家隊 業界大佬也按讚 日系列台灣放行 但難關還在後面 中美兩國也有審查 現在外界預估美國政府會放行 但在中國大陸 不是有條件放行 就是碰上拖延戰術 未來必須特別留意 是在中國的一個部分 因為中國目前政府 正在大力的扶植 當地的半導體封測的一個業者 而且對他們來說 對月光跟細品的一個整合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比較負面的一個影響 中國有心為難 讓日月光預估今年難過關 希望搶明年底完成審查 不過雙方結合 恐怕也有轉單問題 部分的一個客戶 那麼的確會有分散訂單風險 那麼在增加第二供應來源 這樣的一個考量之下 會有少許轉單的一個情況 但是由於日月光跟細品 目前還是掌握全球高階封測的 主要的一個訂單 所以預計這個轉單的效應 會是比較輕微 公平外放行 美西外資看多 壓保日月光長期發展 目標價喊到42元 收到消息激勵 17號風車雙雄雙雙上漲 股價上演 慶祝行情 三星文營稱呼 楊凱中 泰北三波島